今天這個大事囉 哎呦台積電1000塊 先各位跟各位說 你不要想說哎呦我都沒有台積電 台積電1000塊干我什麼事 不對跟你有關係 為什麼呢 大家都有所謂的勞退 都有所謂的一個勞保 你們可能有很多的一個保險公司 他們手上都有非常多的一個台積電 所以呢今年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不管是勞退基金勞保基金 今年的績效都非常非常好 那麼股民一早就在歡呼 為什麼呢台積電的開盤 股價破1000塊 所以從現在開始呢 台積電的跳動不是一塊錢囉 現在的跳動是五塊錢 所以我們的主管機關早上很貼心 為什麼呢 像我們長期有在觀察股市的 早上就接到報告了 他們就說過去台積電 跳一個跳動點是7點5點 未來的跳動點一點是37點5點 請各位做指數的 跟做整個ETF基金相關的要小心 結果台積電就衝過去了 衝過去了台積電今天早上有到 剛才最高是到1010 但先來跟各位說 市值突破26兆的時候 我們也要恭喜很多人 第一個我們要恭喜張宗某董事長 資金他現在是千億富豪了 他是千億富豪 那麼最近台灣各大金控了 包括了比較大型的壽險公司 他們手中的整個握有的一個台積電 都高達數萬張到十萬張左右 這個都是天文數字的一個價格 但現在跟各位談了 台積電能夠成為18檔 第18檔的一個千金股 是因為人家真的有本質 再來跟各位談一次 我不贊成去出 去出征整個童子賢董事長 但我們這幾年的代工真的有改變 我們剛入行的時候 童子賢亂瞧不起人家的說代工 沒有啦 他們他其實沒有這麼說啦 我們把明文看完是沒有這樣啦 但先跟各位談台積電是真的有實力 30年前我們剛入行的時候 那時候的主機板是用手磚的 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說有一天 我們台灣的晶片可以走入 所謂的7奈米5奈米4奈米3奈米跟2奈米 我們來跟各位簡單講一個概念 我們的紅雪球啊 紅雪球 血液裡面那個紅雪球 紅雪球50奈米 各位就知道他那個進度細到有多細 是喔 紅雪球50奈米 上次有不是有那個大陸人說 哎呀你們那個什麼7奈米5奈米的 我們用手磨 不是兩個老生物在那邊磨嗎 一直磨 那個其實看得懂的人其實是非常的好笑的啦 但還在跟各位談喔 台積電來到千元之後呢 就出現了很多很好笑的事情 我們來先來看蔡振元 蔡振元現在大概臉也不會痛的啦 因為被打真的是打太多了 蔡振元在2022年9月9號的時候呢 他就拍胸脯喔 胸口碎大石 他就說 我跟你保證 你絕對看不到台積電的股價 來到了1000塊錢 為什麼呢 中國大陸正在拼命的一個建廠 未來供給量會大增 將導致於台積電的利潤的一個縮小 2022年喔 那現在呢 當然他這也打太多了 你知道今天有多少網民 跑去朝聖這一篇去給他留言 好好笑喔 那因為已經突破30分喔 既不喜歡加班喔 所以我再把台積電這三年的一個獲利 來跟各位說一次喔 台積電人家能夠漲是真刀真槍 為什麼呢 去年真的比較表現的不好 去年是賺33塊左右 今年的部分的話大概獲利成長三成 所以獲利點會在整個39到40 明年因為第一個 輝達跟蘋果不一樣 輝達就說 我賺那麼多 你賺那麼少 這樣大家兄弟不合理 所以輝達目前已經允許台積電可以漲價了 沒錯 那台積電可以漲價完之後 三星現在也追不上 Intel他也追不上 所以明年跟後年台積電 會呈現獨走的一個狀況 那獨走的一個狀況的話 大概是又會再成長三成跟25% 所以我們這樣算一下 台積電目前各大投行的估是 明年大概可以賺48塊到50塊 後年可以賺58塊 所以為什麼股價會1000塊 人家是有底氣的 所以還會持續漲 會不會持續漲 我不知道 但台積電的基本面真的很好 各位你去想 6年前買台積電的漲6倍 3年前買台積電的漲3倍 今年就算你買台積電 各位他漲68% 人家沒有虧待你 所以1000塊還可以買嗎 1000塊如果長期抱 我是覺得還行啦 好感謝品寬的分析 一直被我逼問